當你找到你的人生的目標的時候呢 你會願意為他罵你選擇改變的 因為我每一個自己的目標 都跟我的人生中繼目標非常清楚 這樣在我的影片裡面 我很清楚我希望 我能夠成為銷售行業 我能夠成為這種理財行業的 一個年輕人的一個典範 我希望未來以後 我在馬來西亞離開這個世界 我的名字是直接在這個理財行業的 有一個這樣的人了 所以我必須要以鼓一鼓的 去把每一個階段做好 所以當做一個團隊裡面 我想有些公司帶團隊了 有一個大公司裡面 你是裡面的重要耳朵 你是一個主管 你是一個老闆 你要影響你的團隊 其實呢已經要懂得玩橄欖球 我從小到大沒有玩過橄欖球 因為我有自知之明 如果我下橄欖球場 我會不會斷幾支鼓動 所以一般上我都不玩橄欖球 可是呢 我也慢慢有看過橄欖球的一些玩法 我知道橄欖球 它最大的原因是 把這一球帶過 要過鞋 要我們要過那個 就是很大分 可是呢 我們眾主管呢 往往我們在衝一個目標 衝一個故事 老闆在喊衝的時候呢 發酵只有老闆一個人 好不好 其他人是沒有動的 所以我也是常講 作為一個leader 我們要有這種玩橄欖球的這種結論 有時候你的情 又跑給你的 你的妹妹了 因為他一見到情 他不跑會死人 要再趕很久 你不跑給你的壓扁 你知道嗎 所以起船來船去船來船去啊 就會產生了一種 全體一起啟動 去完成大哥的目標了 所以在一起搞團隊的人 搞企業 做一個sales team 你有五個 sales 你有十個 你要怎麼去建立到你的團隊裡面呢 你就要運用橄欖球的哲學 當這個橄欖球的世界能够apply之後呢 你就發覺到你的目標又靠近了 你平行 impact 你平行不斷 你平行